作词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春晚还未正式拉开序幕 周深就提前为央视预热了一把 前不久 春晚首次连牌 周深惊艳现身 紧跟两名工作人员低调入场 毫无偶像包袱 只要看到有歌迷跟自己打招呼 周深都会第一时间举手回应 短短十几秒的路透视频当中 周深不是鞠躬就是招手 与此同时 各大卫视的跨年晚会也在火热进行当中 或许是为了不跟其他平台起冲突 于是天津卫视的《隋光而来》2022年中演唱会 提前拉开了跨年演唱会的序幕 相信不少歌迷都跟我一样 直播开始之后 一直都在等待住周深的solo舞台 与往年一样 为歌迷带来了两首曲目 一首《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一首奔向 你可以同时听到这两首曲目 对歌迷而言 无疑是年末收到的最幸福的一份礼物 要知道 这两首金曲《一非凡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发表于2021年的12月28号 天籁唱功加治愈歌词 甚至还掌获了央视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的年终杰出歌手 以及最受欢迎男歌手等大奖 某种层面来说周深给足了天津卫视面子 仅凭这一首单曲 就足以奠定整场晚会的高度 表演舞台 周深秒变白马王子一袭白衣 显得季节第七又帅气 经验开嗓 瞬间就把舞台分为轰托到了极致 开口第一句就牢牢抓住了屏幕前观众们的耳朵 不少网友都在弹幕直呼 很难相信这是周深现场演出 因为周深的唱功没有出现任何瑕疵 哪怕是在鸡蛋里挑骨头也挑不出任何槽点 要不怎么都说周深就是行走的CD机呢 教科书是唱功甚至比录音棚版本都更胜一筹 唱到这句好好得吃个饭 好好的睡一觉 无数歌迷都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不同于其他单曲 该曲目的每字每句都能唱进的歌迷的心缝里 在这个特殊的时间段里 周深选择演唱这首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不是一般的印记 绝大部分歌迷都刚刚扬康而在这时候听到周深的天籁之音 他的作用远比吃什么退烧要疗效更强 第一段结束后 周深身后的大荧幕上出现了无数个碎花 看得出天津卫视今年确实走心了 呈现出来的舞台效果确实要比往年更强一些 整个舞台效果跟周深的solo表演十分契合 没有任何一个废镜头 歌迷全程目不转睛 生怕错过任何一个高光时刻 表演完后 周深直言 非常开心能够跟每一个随光而来的你相遇 在此将正能量贯彻始终 一句废话都没有 希望歌迷可以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健健康康的好好生活 看似简单的一句走心言论 不知道又俘获了多少 少女们的芳心 预祝歌迷新年快乐 高情商发言 巧妙为第二首奔向你进行了恰到好处的铺垫 尽管这首奔向你周深多次在各大晚会上都演唱过 可每次呈现出来的效果 都能给歌迷一种意想不到的惊喜与欢乐 而且每次的感受都不一样 相较于第一首好好生活 就是美好生活第二首奔向你更考验歌手的唱功 稍有不慎 就会拉跨园区的利益 而周深的现场发挥 超级的好 难怪歌迷都说 周深最好的永远是现场 当镜头拉到远景时 若大的一个舞台 只有周深一人 换作其他歌手的话 确实很难驾驭这么大的舞台 势必会让主办方安排一些道具 或者让舞者伴舞 反观周深 仅用自己的天籁之音就厚住了整个舞台 相较于第一首的唯美浪漫 第二首的舞台效果则给人感觉科技感爆棚 美声高音 在线时光音乐会耳环了中国年的高能名场面 数位网红表示 听完周深的高音直通天灵带每个听完周深的现场 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歌人则是觉得满满的感动 很难在短时间内 想出更适合的词语来言语来形容周深的炸裂舞台 两首金曲 为天津卫视2022跨年演唱会 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直到表演完后 台下才响起阵阵尖叫声 歌注屏幕都能听到有歌迷在喊周深的名字 结束之后 周深并没有筑集下台 鞠躬致谢 令人十分感动 这也是大家为什么如此喜欢周深的真正原因 不知道大家都看了周深在天津卫视的跨年演唱会 《你随光》而来的舞台表演没有 之旅舞台 有没有征服你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